這是一個雙向的,而不是制式的,然後大家都坐著團桌,然後大家就要吃拜拜這樣子啦,好不好? 我們照委員的指示來辦,是,我們會來辦,好,沒問題 那現在就可以了,我們很多委員大家都很關心,我們希望我們的是雙向交流啦,那把委員的意見你們趕快回去統整之後,好好的做進一步的規劃,好不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主席我想再確認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剛剛C2到C5的,還有C7的案子,C7的案子就是等於說,只有簡列一百萬,然後提出書面報告,科目字條,那所以這個提案人就是把我們所有的委員都貼進去嗎? 那現在是C6 C6,第二幕,綜合規劃業務向下召開僑委員會議之業務費中其他業務租金,年度預算一千一百一十五萬,為會議期間住宿費以平均每人六千七百元編列,四有高估,源於簡列兩百二十八萬三千元,科目字型調整,提案人,羅志正,王定宇,林長佐,蔡世英,劉士芳,以上宣讀 來,我們請先說明 OK,就是有關於認為這個房屋租金的部分比較高,其實我們當初,因為第五屆全球豪華會議,它其實還沒有完成招標,因為我們還不確定那個住宿的地點跟金額,所以我們之前是用大海北地區能夠容納三百間以上客房的這個飯店,它的這個定價八千塊再打八四折是定六千七百元,可是其實實際的,我們實際支付的這個金額, 都還要看上網之後,我們議價的結果,跟我們實際的住房市,住房數何時報支喔,所以這個只是我們的預估數,跟我們實際的支用數其實是不一樣的,以上說明 這就是問題啊,你們實際的支用數都低嘛,不會到六千七嘛,你不能先抓,然後保人 因為我們在估算的時候,我們還不確定我們住宿的地點 因為你們過去幾年,我們特別上網,也查了一下,預算東西也出了,看了,你們過去幾年事實上都是四千到四千五 那我現在簡列的標準是給你抓到最高的四千五的一個預算,所以照理講,你給你六千,你可以找到六千的房子啦,你可以找到八千,你可以找到八千的 現在就是說,如果以過去幾年,基本上大概四千五上下都可以找得到了啦,那如果加上園山飯店跟政府的關係,因為能夠有三百多人,場地大概園山或幾個這樣而已 我相信是可以壓得下來啦,如果壓不下來,我幫你去壓啦,反正就是,我認為你這個六千七是太多了啦,真的,台北市六千七也住不到什麼好房子啦,坦白講 好,而且不要住台北,因為我覺得,新北沒有大房子,但是我意思就是說,你們六千七真的是高估了,未來可能實際租出費用,否則到時候又被檢討,你們過去幾年都是四千,四千五,最多四千五,我現在是用四千五幫你抓,所以理論上是有條這樣的空間,好不好 他應該是實報實銷啦 對,但是你不能先抓那麼快 對,他是實報實銷,可能還有稅啦,那所以你們那個上一次,我是覺得說你們自己,你們自己減啦,你們自己減啦 因為為什麼要抓,是因為你這個費用可以移到別的地方去,所以你們要用實報實銷的方式會比較好 我不是實報實銷啊 實報實銷你用六千七啊,如果我就覺得太高了 來,來,卓山啦,卓山,卓山,好,卓山 卓山,卓山要卓山兩百萬 太多了,一百,一百了,一百了 還太多怎麼可能,你一百幾乎等於是要六,一塊 五十萬 不是核實,就是說你們預算編列的時候,到時候一定又被檢討 一層一層 你們等於是編六千,然後就變成一層啊,一層多少 一百多萬 就一百多萬嘛 所以就抓一,就三一百啊 好,三一百啦 這一百啦 三一百啦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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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科目字條 好,再把C6提案人,連署人增加到李孫寧委員 好,那我們接著繼續C8 C8 C8第二幕召開僑務委員會議,將補助費對外之捐助編列預算一千萬元 為補助僑務委員及海外代表反國參加會議之計票款,西案三百三十三人來編列 之計,指政府財政緊縮之計,請邀請代表是否有代表性,要請代表應著重其功能性及代表性,源於簡列一百萬元,科目字條 提案人 羅志正 王定宇,林常佐 蔡世英 以上宣讀 我先提出問題好不好 就是說,以前每年的僑務委員會議,事實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裂席的很多 真正僑務委員 比方說你看這麼多年來 我們最多180 可是事實上來了 大概都160上下 不會全來 這麼多年來 從100年至少預算中心的資料 都不會到180 大概都160上下 可是劣席 我不知道劣席是哪些人 劣席人數有些高達到 28%是劣席 你們多邀一些人 可是照理講理論上來講 我僑務委員就是僑務委員 不應該有很多劣席的 而且人數那麼多 那明年要擴大 僑務委員會議 還有個叫 那個叫什麼會議 你們那個叫什麼 全球 好 那有兩個問題 你現在編了333 換句話說除了僑務委員 會多邀了大概150 甚至人數會比僑務委員還要多 那這個到底怎麼來的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沒有錯 我不希望就是 我想很多委員 不希望他是全球到處 全部邀這樣 要有重點 那如果重點 假定明年就是南向政策的話 應該是以東南亞國家 作為主要邀請的對象 劣席的人 那這些理論上東南亞國家 計票就不會那麼貴了 如果從阿根廷 從智利什麼一大會來 當然計票很貴 因為全額補助嘛 那如果是以東南亞歸交為主的話 搞不好人數可以增加 甚至預算可以減少 所以我對這方面是有點保留 所以才提出 這個是表面上 就是100萬 只是說讓你們知道一下 我希望尊爵之外 把你們重點能夠整理出來 那現在不用說明了 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補充說明 沒有這個是機票 剛才是住宿喔 羅倫我們先給他補充說明 中規處再補充說明 那其實我們機票的算法是 其實以今天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的海外代表 遍及各大州 機票款它其實非常懸殊 以今年為例 就是機票款最高的是智利 我們補助3031塊美金 那最低的是釜山193塊 它其實兩者相差15.7倍 那我們在抓今年的 這個106年的預算的時候 我們是以每個人補助 3萬新台幣3萬元 這個基準來算的 那就是要抓一個平均數 然後乘以333 所以大概是1000萬左右 這樣的一個機票的補助額度 我們覺得應該還算是合理喔 那至於說 剛剛委員有講過說 我們這個333人是不是有考慮到海外的布局的部分喔 我可能跟委員報告一下喔 剛剛其實有講過 就是我們僑務委員 當然代表是170個人 那另外就是沒有僑務委員地區的僑務榮譽 對此40個人 那還有傳統僑社月免了30個人 那台商跟台橋代表40個人 那最重要我們的僑校跟僑生的這個主持是23人 海外的青年代表30人 那剛剛委員有講到說新南向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著重在新南向的部分 我們去畫一定比例的這個名額 我們就來邀請他們 以上說明 羅爺 三一百喔 好 還是要尊解 時報時效 那 科目之調 科目之調 簡列50 請問我們各位委員 我們現在就來先休息吧 休息10分鐘 我們4點45好不好 4點45 我們再繼續開會 今天還很多 請要省到晚 我都把節目都推掉 就是要把什麼 川普黨全幹 都要上節目 我就把他推掉 就是要審議 謝謝 謝謝 製作詞 製作詞 哇 咦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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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提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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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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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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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C-C-1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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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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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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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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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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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